上周正式宣布引进内地的刺猬 索尼克2此时正在北美市场炙手可热 这部于4月8日登陆北美的续集作品 在上映首周 便凭借7210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 斩获北美票房冠军 一举刷新了由该系列前 做保持的游戏改编电影 北美首周末票房记录 来到供应的第二周后 四位索尼克2是头依旧稳健 在陆域神奇动物3的情况下 仍以3000万加美元的次周成绩 稳居北美周末票房榜第二 该片目前北美累计票房 已低近1.2亿美元 有望挑战前做的游戴影北美票房记录 而表现超出预期的刺猬 索尼克2也因此躋身2022年 北美票房榜第三名 仅次于新蝙蝠侠神秘海域两部大片 在游戴影 难遇精品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大环境下 这只陪伴许多人长大的蓝刺猬 似乎总能逢凶化吉 在院线市场收获成功 他究竟有何魔力 无论在票房层面还是口碑层面 刺猬索尼克2的表现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在北美首映的同一周 刺猬索尼克2还同时在53个海外市场上映 收获了3700万美元的首周票房 而这也帮助该片 凭借1.08亿美元的首周总票房 轻松空降全球周末票房榜冠军 截至目前 该片的全球累计票房已达到约2.3亿美元 按照此前公开的9000万美元制作成本来计算 早已轻松回本 除了比前作势头更猛的开局票房表现以外 四位索尼克2的口碑一较前作有所提升 目前该片的烂番茄新鲜度为67% 爆米花度则高达97% 均高于前作分数 此外该片还在Cinema Score获得了A的评级 为近期上映影片中口碑最佳的一部 要知道 对于系列电影而言 续作票房超越前作倒是不难做到 但口碑反超就显得稀罕多了 更何况 这还是一部曾经被粉丝大规模吐槽 只摘过的大IP影片 从目前社交平台上的反馈来看 与前作类似 四位索尼克2仍是一部典型的合家欢影片 整个故事的完成度较高 对不同年龄段受众的观影门槛也相对较低 适合各类观众群体观影 充分的娱乐性 为这部作品的全球火爆 奠定了基础 更让刺猬索尼克 成为了又一个吸睛力超强的游改影IP 为什么是索尼克 在IP电影中 游戏改编电影似乎一直处于有些尴尬的位置 它并不缺乏影响力强大的优质IP 也总能拥有吸睛的头部班底和足够的成本预算 自1993年的超级马里奥兄弟算起 游改影已经走过了30年的时间 然而在此之中 能够成为全球爆款的游戏改编电影 却是屈指可数 在很多时候 就连回本都是个问题 从影片品质 主创阵容 到市场环境 档期选择 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每一部落败影片的最根本原因 都在于普通观众群体与游戏粉丝的不买单 即便是在对游改影普遍接受程度较高的北美市场 游改影的难题也持续存在 不过从票房表现来看 近几年来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2018年的古墓丽影 远起之战 19年的大侦探皮卡丘 20年的刺猬索尼克 再到今年的神秘海域和刺猬索尼克2 游改影已经连续几年收获北美观众青睐 特别是连续两度提振市场的刺猬索尼克系列 其优异表现背后绝不仅是好运气 首先离不开一个足够庞大的受众群体 索尼克诞生于1991年 最初 它是作为知名游戏公司世家 对抗任天堂而设计的全新吉祥物而来 此后 被全球玩家所熟知的衍生游戏 刺猬索尼克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横板跑酷游戏 在此后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 索尼克衍生游戏跟随时代的进步 不断更新玩法 剧情 同时还陆续推出了动画 漫画等IP衍生作品 不断扩大其IP辐射范围 直至2019年 世家与派拉蒙影业正式开启合作 正式开启了这只陪伴几代人长大的蓝 四位的大荧幕征途 其次是对粉丝群体的尊重 在进入大荧幕的过程中 四位索尼克也并非一帆风顺 在影片前做曝光手段预告片时 出版的索尼克电影形象 让许多游戏粉丝都大失所望 面对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负面声音 影片主创团队与出品公司 并没有忽视粉丝的意见 即使投入数百万美元来紧急补救 同时也将影片的上映日期进行调整 这段发生在映前的小插曲 不但没能成为四位索尼克大荧幕出秀的阻碍 甚至还让游戏粉丝们 更感受到了影片制作方的诚意与用心 整容归来的索尼克 也因此得到了更多观众们的肯定 为影片后来的票房一路高歌奠定 下了监视基础 而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影片内容方向的把控得当 基于IP本身的和加欢气质 四位 索尼克在电影化过程中也延续了这一调性 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全年零像作品 影片用丰富的娱乐元素 来包装简单易懂的冒险故事 轻松修显 对于一部爆米花电影而言 四位索尼克终于原作游戏便已经足够合格 而从积极的口碑反馈中也不难看出 在近日上映的四位索尼克2中 主创团队依旧坚持了一贯的创作法则 用全面升级的娱乐性继续征战全球市场 这样稳扎稳打的创作态度 兼顾了粉丝群体与普通观众群体的不同诉求 最终 一手缔造了这部影片优秀的商业市场前景 相较于在北美市场的两度爆燃 四位索尼克系列在内地市场似乎总是时运不济 该系列首部作品《刺猬》 索尼克最早曾国内定档 2020年2月28日 较北美档期推迟两周 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 全国影院陷入停摆 导致该片也被迫改当至半年后的7月31日供应 作为全国影院复工后迎来的首批影镜片 四位索尼克同时面临着复工初期 影院营业率有限 观众观影热情尚未复苏 以及流媒体资源大规模外泄等多众影响因素 最终 该片的内地票房仅收1993.6万 与海外市场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两年后的今天 四位索尼克2的风潮再度席卷海外市场 然而尽管该片已经宣布引进内地市场 按照经验或将在不久后便能与观众见面 但考虑到近期国内本土疫情尚未迎来拐点 电影市场的低迷仍要持续一阵时间 即便刺猬索尼克2能够抢到一个好档期 恐怕也很难达到就是级别 况且 国内观众 是否像海外观众一样欢迎 这指蓝刺猬 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一定程度上来说 尤改影依旧难以脱离粉丝电影的范畴 无论是IP受众数量 还是电影内容品质 都左右着尤改影的市场前景 按照过往游戏改编电影在内地市场的表现 国内观众明显对 魔兽 生化危机 这类更接近于传统市销大片的尤改影项目 性质更高 其中 在2016年内地供应的 魔兽的国内累计票房高达14.68亿元 在该片全球票房比重高达51% 而与刺猬索尼克定位相近 IP国内受众群体更加广泛的大侦探皮卡丘 在2019年登陆内地市场时 则获得了6.4亿元的总庙房 即便按照最高市场预期 在国内IP影响力稍逊的刺猬索尼克2 恐怕仍很难复制北美市场的成功 当然 对于眼下重新坠入冰窟的内地电影市场而言 无论就是与否 任何优质项目的涌入都会是一记强心针 毕竟 在院线电影重新成为奢侈品的当下 能够与好友亲朋三两节队走进影院放肆欢笑 已经成为了很多普通人的奢望 而正在困苦之中的从业者们 也已经守望了太久